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车道奇 今天我们拍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视频 之前视频里从来没出现过 这是一个普通的儿童四驱车 我们小时候玩这个四驱车 给它配备的电池储备就是两节干电池 好的速度好快 取决于电池的电量和马达的高速情况 今天我就拆解了一个普通的四驱车 这是一个最普通的马达 我打算在马达不变的情况下 一直给它增加电压 看看它的极限速度是多少 它的正常电压在0.3到0.5伏之间 我们从最小加到最大 看它的极限状态会怎么发生变化 0.01没反应 0.02 0.03 0.04 0.05 0.05的时候有反应了 它的最低电压0.05就有反应 0.06 07 08 09 0.1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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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2 13 14 15 16 17 18 20 我呦 0.20的这个电压就已经使干电池的速度要快得多了 我的飞子已经钻不住它了 这感觉随时都要飞起了 是啊 拿着约到玩具也会攻击 十二点的时候就走不动 十一的时候就来对看 哇 冒烟了 这马达抽烟了 事实证明压力大了玩具是对风的 十一伏的时候就不行了 再降下来 电机烧了 只能到十一伏 刚刚那个速度太吓人了 我都不敢揪了 转了没想到这个四驱车 这么小一点东西能量这么大 转的那个速度 我感觉飞的掉下来之后 都能打人身上打得很疼的那种 大家还想看什么玩具 用它增加电压的玩法呢 可以在评论中留言 我买过来给大家评测 想看下期烧心拍照 都可以在评论中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